强风卷起了大浪,不断地拍打海蹄 台西乡有才疗大排了出海口 新兴海蹄全长将近有1.9公里 是以历时跟沙土兴建 但因为年久失修,加上地层下陷 这一次遭逢山陀尔的台风来袭 整条防汛道路上面都是被海浪冲上来的石头 就连一艘小船也遭到海浪冲上岸 横躺在道路中间 将近有30年的时间了 然后海蹄来处罚不支部 所以今天有30% 要来抢烧 担心老旧的提案受不了海浪的冲击 县长张立善亲自到现场来会看 因为每一次海浪都超过提防的高度 所以现在是4米2 我们希望未来能够再增加1米3的高度 似乎相博子疗渔港内 渔民紧搭绳索 使劲吃奶的力气 努力将拆点被强风吹跑的交伐 使命的拉回 它这个有时候会磨这里 然后磨一磨就会断掉 这一次台风来袭 遭逢大潮 全台最惨的加油站又泡在水中 第四低洼 去年曾发生海水倒换 今年县府将防潮墙 全面提升到3公尺高 严阵以待 强风一阵阵远看雾蒙蒙一片 台风三驼儿截至3号中午 云林强风不断 却没有下雨 造成佐水溪的裸露地 吹起了漫天的红杯刷 7月凯米台风 把佐水溪的防洋城设施 绿覆盖都冲毁 这一次台风 自强大桥附近的风速 达到每秒19米 造成膝床的裸露地 吹起了洋城 三驼儿台风来势汹汹 云林从山区到沿海 都严阵以待 迷失新闻中部综合报导 更多精彩新闻 请下载APP 订阅明示新闻网